大家好 欢迎回到咱们这个先聊天的节目 今天呢 咱们接着聊和珅的故事啊 上回咱们说啊 和珅当了侍卫了 那后面和珅是怎么被乾隆发现的呢 这爷儿俩是怎么认识的呢 咱们先跟大伙聊一个故事 说 世宗有一妃 冒娇艳 这世宗啊就是雍正 雍正当皇上的时候有这么一个皇妃 哎呀 长得好看啊 大眼睛 忽善忽善 是吧 这高鼻梁 砸嘴脸 反正就好看 这当时呢 高宗年将冠 这高宗就乾隆 那时候皇子嘛 将冠 这古人啊 二十岁要行冠礼 所以呢 这年将冠 就是这乾隆啊 快二十了 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哎 有这么一天 这乾隆入宫办事 哎 从这个皇妃的身边路过 哎呀 乾隆 就惊动了乾隆这个美女的小雷达 乾隆一想 哎呦 两点钟方向 有美女一眉 啊 乾隆方对镜理发 乾隆 乾隆啊 用这个余光一扫 哎呀 这妃子啊 对着镜子在那梳头呢 哎呀 好看啊 那怎么引起这妃子的注意呢 哎 乾隆想 咱给他做个小游戏吧 俱字后以两手掩其木 盖语至细耳 乾隆坐后边 哎 这妃子能不坐那儿呢 哎 把人家两只眼给蒙上了 美女猜猜我是谁呀 啊 你看这个剑搜搜的这个样子 这妃子啊 不知为太子大惊 不知道身后这是太子 哎 这故事都胡说啊 这乾隆没当过太子 雍正秘密见楚 没立太子 这妃子呢 就在那儿想 这谁这么轻飘啊 敢沾老娘的豆腐 这不是给皇上戴绿帽子吗 怎么办呢 哎 这不是手里边正书头呢吗 持书向后积之 拿着书子 宫里面书子 霸挺长 在那儿书上 哎 突然拿起来往后一打 哎 给他来了一个武松打武士 嗨 啊 这么一打 你想 他在那儿坐着 乾隆后面站着 捂着他眼 把 这书子一抬 正中高宗的额头 哎 正打中乾隆额头 当时就起了个包 哇 乾隆哪受过这委屈 哎呀 这还是一朵带刺的玫瑰 啊 于是呢 乾隆就呼喊着跑开了 这跑开了归跑开了 这心里边可是种了草了 啊 这这宫里边还有这么漂亮的妃子 啊 这我听说啊 这几百年前 曾经有一个美女叫潘金莲 啊 就从拿着木棍啊 砸到了大官人西门庆的额头 啊 现在 朕也不是 这也不是朕啊 是乾隆说 我也体会到了 原来是这种滋味啊 啊 等到第二天 乾隆呢又进宫 去拜见皇后 这皇后一看 呀 这我的额额头怎么起了一包啊 乾隆也不好说实话呀 只能说这这 母后孩儿这 头啊 被门挤了 啊 这这能瞒得过去吗 皇后一逼问 乾隆说了实话了 怎么怎么回事 啊 我跟父皇的妃子您这妹妹 做游戏来上 哎 皇后一听 当时大怒啊 这是什么妃子 居然敢调戏太子 于是呢 历次妃死 赐他三尺白铃 当场让他自尽 哎呀 这一下乾隆可吓坏了 啊 这这这这 这么漂亮的姑娘 就就就自尽了 这简直是抱天天物 太可惜了了 可是呢 乾隆胆小 不敢跟这皇后争辩 怎么办呢 哭着喊着一溜烟 哎 跑回了自己的宫去 返回书斋 哎 在书斋里边啊 坐卧不宁 走来走去这怎么整呢 哎 想出办法来了 用这个手啊 蘸了些朱砂 朱砂红的嘛 哎 写那红字的时候用那朱砂 用手指蘸了 然后呢 赶紧就往这个妃子的住所那跑 跑过去一看 妃子已经上吊了 赶紧七手八脚 把他折腾下来 哎 这人呢 已经奄奄一息 一眼看就要弃绝了 乾隆呢 抱着他 一看 你看 上吊了嘛 这脖子上 这都勒狠 啊 乾隆呢 抱着他 哎呀 心疼的 打着手上这不是有这朱砂吗 给他脖子上按了几个红手印 然后呢 就说 是我害了你啊 啊 如果呢 你死后魂魄不散 这样 你等二十年后 再转世偷胎 与我相见 到时候呢 你脖子上这纸痕 这就是咱们相认的记号 就这样呢 一连过去了好几十年 啊 这乾隆登基当皇上 都当了好几十年了 有这么一天 这皇上啊 要出宫 啊 不是上厕所啊 这真的出宫 出宫要摆驾 皇上出去排上大 小太监们 七手八脚在那儿准备 仓促求黄盖不得 皇上出宫啊 那不是打那个黄罗散盖吗 电视剧咱都见过 哎 这玩意找不着了 这出了重大的接待事故 然后呢 乾隆就说 是谁之过语 啊 这散盖找不到了 这是谁的责任呢 旁边和珅说话了 和珅不是侍卫吗 在旁边站着 说 点手者不得辞其责 谁看管这黄盖 那就是谁的责任 他多新鲜呢 然后呢 先从旁边一看 这侍卫 哎 觉得不对 这个侍卫啊 似曾相识 仿佛在哪见过 想来想去又想不起来 在哪见过呢 想啊 想啊 哎呀 和珅说 皇上您吓我一跳 是吧 怎么呢 乾隆就想到了 这不是几十年前 父皇的那个妃子吗 哎 于是呢 当天晚上秘密的把和珅招入宫中 啊 说这个你呀 跪到镇的近前来 和珅呢 在前面跪走几步 哎 跪到近前来 于是呢 和珅再往前跪 一直跪到乾隆的脚跟下 乾隆呢 仔细观瞧 哎 这脖子这儿 就有那几点指痕 指痕晚在 嘿嘿 乾隆说啊 你就是当初那个后妃的化身啊 啊 你前世的记忆 你已经不记得了 你知道吗 前世咱俩关系可好啊 啊 一起 一起做过游戏 哎 从那以后 乾隆对和珅呢 是倍加的联系 就像是汉哀帝 只爱董席 那董贤 这汉哀帝跟董贤又怎么回事呢 这董贤啊 董贤是个男的 但是呢 男身女相 长得跟个大姑娘似的 长得漂亮啊 这汉哀帝呢 很喜欢他 有这么一回 这个董贤呢 躺在头啊 枕在这个汉哀帝的袖子上 睡着了 这古人嘛 宽袍大袖 枕在这袖子上睡着了 这汉哀帝想起来 但是你要一拽这袖子 不把董贤给弄醒了吗 不想打扰董贤休息 那怎么办 哎 拿出匕首来 把这袖子啊 这袍子给割断 这样正在站起来 人家董贤照样睡着 这就有了个这么个典故嘛 叫割袍断袖 哎 说乾隆啊 喜欢和尚 就跟这个汉哀帝喜欢董贤似的 所以呢 喜欢他 你要提拔他 和尚本来就是个侍卫 哎 这一路提拔 变成了百官之首 所以呢 你看和尚 和尚是个大贪官啊 乾隆知道和尚贪 贪就贪呗 人家前世 那可是把性命都搭给朕了 啊 今生贪点钱 这算什么呀 一直到乾隆临近驾崩之时 人快没了啊 乾隆把和尚叫到病塌之前 说爱卿啊 朕啊 恐怕是命不久矣 马上就要驾鹤西游啊 那鹤啊 眼看就要到了 等着我呢 这个 朕跟你有溯源 所以呢 你怎么贪污 怎么贪葬王法 朕不管 可是呢 朕死之后 这后继之君 恐怕容不得你啊 哎 果然 乾隆驾崩之后 这没几天 嘉庆就把和尚给整死了 好了 这个故事讲完了 咱们刚才整个这故事呢 那是 纯属胡扯啊 大伙就当是 没听过 那么这个正史里边 和尚跟乾隆他到底是怎么相识的呢 其实这个也有好多种说法 咱们呢跟大家说其中两种啊 说有这个一日皇上呢 要出巡 坐在这个鸾鱼之中 然后呢边走边越看边报 边报啊 边关给来的这个工作情况汇报 看着呢 里边说 说有要犯脱逃 哎 我们这儿抓了一个国家的一级通缉犯 本来都抓住了 但是呢 这小子挺有本事 他越狱 跑了 乾隆看了 不高兴 微微发怒 说了这么一句 胡思出于侠 哎 这一句啊 是论语里边的 这旁边呢 这些侍卫啊 太监们都听见了 听见之后 大眼瞪小眼 皇上这是什么意思 这不知道要该怎么办啊 和珅在旁边 他不是说侍卫吗 和珅说了 一位点守者不得辞其择耳 哎 爷的意思是说 哎 这个 看守者 是难辞其咎 哎 皇上一听 高兴了 这小小的侍卫 居然还读过论语啊 和珅在旁边答 然 哎 对 奴才确实是读过一点 略懂 于是呢 乾隆又问了他的家世年岁 和珅这儿呢 对答如流 乾隆一看 呦 这侍卫 挺灵光 哎 就这么着 两个人就熟络起来 这是 其中一种说法 还有一种 说有一回啊 皇上临幸山东 哎 东旬去山东 可能是要爬菜山 或者是拜叶孔庙等等 这走这么远的道呢 皇上喜欢御小碾 呃 碾驾螺 皇上喜欢坐那个小号的马车 其实也不是马车 前面跑的是螺子 哎 这螺子跑挺快 每跑十里一更换 哎 就跑五公里 来个五公里越野 这螺子累了 累了 换两匹来 继续跑 骑快如飞 哗 跑 啊 你想吧 这 过去那马车啊 那都是木头轮子 那时候没轮胎 这这螺子一跑开 骑快如飞 啊 前路在这马车里边颠着 颠着颠着 哎 皇上喜欢这个感觉啊 然后呢 有这么一天 皇上呢 这跑累了 可能是颠的太狠了 坐那儿无聊 哎 和珅在旁边释放着 跟他聊句天吧 皇上就问他 说你是何出身呢 和珅回答 声员 哎 小的是个声员 读过书 哎 前龙一听 呦 这还是个读书人啊 读下场乎 哎 就是你曾经参加过科举吗 和珅回答 庚吟曾复许 庚吟年 哎 就是乾隆35年 那一年呢 奴才也参加了乡士 可是呢 这奴才才疏学浅 啊 反正是没考上 落榜了 前龙就问呢 当年考的什么题目呢 和珅说是梦公措 这一节 来拿这个出的题 前龙就问 能背乳文乎 你当年写那文章 你还记得吗 咱们前面不是说过吗 和珅呢 记忆力超群 哎 啪啪啪啪 随行随背 背的挺流利 前龙一听 乳文亦可重得也 哎 你这文章啊 写的不错呀 啊 只要是朕当这主考官 朕就让你中举 哎呀 和珅赶紧跪谢 哎 就这么着 两个人就算认识了 不管是哪一种说法吧 反正呢 这前龙发现了和珅 觉得这小伙子挺激烈 于是呢 就常把他带在身边伺候 反正你身边也得有护卫 是吧 哎 带着和珅挺好 那当了前龙身边的这侍卫啊 帮着皇上安排食宿啊 或者给大臣交代事物啊 等等 哎 前龙就发现啊 这和珅那小伙子 挺聪明啊 办事情是周到细致 尤其是呢 和珅啊 对前龙特别的留心 留心什么呢 留心皇上的生活习惯 脾气秉性 哎 慢慢的对前龙这个人呢 是了如指掌 前龙那儿有什么事 刚想到 哎 和珅那儿早给扮成了 那皇上能不喜欢吗 慢慢前龙也觉得 哎 自己越来越离不开这和珅了 那怎么办呢 提拔提拔他吧 在前龙四十年的润十月 和珅原来不是三等侍卫吗 哎 给他升迁为了前清门侍卫 从这儿开始啊 和珅呢就开启了他 活剑式的提拔生涯 这可能是咱们 整个历史上提拔最快的官员了 这和珅提拔的有多快呢 咱跟大伙念念 他这履历啊 这不论十月当了前清门侍卫吗 一个月之后 签为了御前侍卫 奉整兰齐满洲副都统 再之后 俩月之后 四十一年的正月 升为了户部右侍卫 再过俩月 升军纪大臣 再过一个月 见内务府总管大臣 就这不到一年的时间 和珅从一个五品侍卫 升为了正二品的军纪大臣 见内务府总管 这一年是连升了七级 但是呢 这还远远没完 这和珅 咱前面说了 他不是整红旗的吗 前面一看 哎 你这下午旗的 没关系 在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 给你抬旗 把你变为整黄旗 以后你就是我们上三旗的人了 再之后呢 改善你的住宿条件 在这个石沙海附近呢 给和珅 披了块地 你就在这儿建你的府宅吧 和珅当时已经相当有势力了 这宅子建了好几年 建的是金碧辉煌 这宅子 大伙看 这就是和珅这宅府的照片 当然这只是其中一个角落 和珅这府地建的有多好呢 连皇子都羡慕 乾隆有一个皇子叫庆郡王永林 这永林啊 就曾经跟他的皇兄弟这么说过 说使皇帝多如雨落 亦不能低无顶上 就是这当皇上 我是没希望的 就算这皇上多得跟雨点似的 这雨点都砸不到我头上 所以呢 我也不惦记什么皇位 但是呢 各位兄长 求你们可怜 将来你们谁要是当了皇上 我呢就一个愿望 将来把和珅那宅子赐给我 我看上这个了 后来果然 这个嘉庆登基之后 和珅倒台 就把和珅这宅子呢 赐给了永林 再之后又过了好多年 这宅子辗转 变到了公亲房一新的府上 所以这府地 就是咱们今天的公王府 这是国家无危机风景区 这就是公王府的照片 再后来接着说和珅升官啊 在乾隆四十三年 和珅又兼了部军统领 这就是九门提督啊 掌管了京城的兵权 再之后 乾隆四十五年 省户部尚书 见义政大臣 御前大臣 领事为内大臣 司库管政总裁 立番院尚书 再之后 乾隆呢 又把自己很喜欢的女儿 十公主 嫁给了和珅的儿子 丰身音德 两家结了亲家了 再之后乾隆四十九年 又把圆明园附近的一处园子 叫书春园 赐给了和珅 和珅呢 这园子里边有片儿湖 把这湖泊扩大 这园子呢 就改名叫十户园 咱们今天 北大那个卫明湖 就是这十户园的一部分 这和珅的履历啊 要说呢 说也说不完 咱就说和珅巅峰时期 他的官职有多大 首先爵位是一等家永公 这爵位一等公到顶了 官职呢 是军级大臣 御前大臣 领事位内大臣 大学士 监管着力部 户部 刑部 黎藩院 内务府 造办处 另外呢 是部军统领 就九门提督 控制着尖锐营和火器营 这是名副其实的权势熏天 哎那大伙想啊 就咱们前面说的和珅的优点 就因为记忆力好啊 长得漂亮 人有机灵 钱龙就把他提拔到这个位置吗 那不至于 那和珅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呢 咱们要接着讲 那这集也太长了 咱们下回接着说